在中国封建社会 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竟收天下美女 日子过得太潇洒 为了能得到皇帝的宝座 很多人不惜赌上全身家当 包括自己的性命 兄弟反目的事情 更是经常发生 如清朝的九龙夺敌事件 但是 历史上也有人不想做皇帝 最终却被人逼着继承皇位 其中有四人最为出名 其中一人被人打晕台上龙椅 一人被人用刀逼着登基称帝 一 石洪 被人用刀逼着登基的皇帝 石洪 后赵明帝石乐的次子 虽是杰族人 但石洪自幼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以恭敬谦虚自首操节 随度古学习经学 长大后 石洪喜欢吟师作对 结交了不少有才知识 老爸石乐称帝后 石洪被立为太子 西元333年 石乐去世 而此时的军政大权 被唐哥石虎所掌控 石洪因惧怕石虎 就想把皇位让给他 但石虎却说道 君子而世子即位 我岂敢破坏法规 石洪甚至跪下求石虎 只要不让自己做皇帝 什么事都听从他的 奈何石虎心意已决 把刀架在石洪的脖子上 笔着他登基称帝 一年后 石虎觉得时机成熟 就抢迫石洪善位于他 并把石洪囚禁起来 不久后被杀 二 李玉 不得不继承皇位的才子 南唐后竹李玉 是南唐中竹李井第六子 不仅长得英俊潇洒 而且非常有才华 英李玉有五个哥哥 加上他一心沉迷于诗文 书画 压根就没想过做皇帝 奈何天意弄人 他的四位哥哥都死得比较早 唯有大哥李洪记活着 原本李玉认为 他大哥已经被封为太子 也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自己可以安心导诗文创作 享受美好的生活 但是 李洪记因残害亲叔叔 而被废除其太子之位 不久后也挂掉了 西元961年 父亲李景去世 作为唯一活着的儿子 李玉无奈之下继承了皇位 十四年后 宋军攻破金陵 李玉和小周后被俘到汴京 最终死于此次 曾有人这样评价他 南唐皇帝李玉先生辞学的造诣 空前绝后 用在填词上的经历 远超过用在治国上 三 赵桓 被老爸打云台上皇位的奇葩 宋清宗赵桓 宋朝的第九位皇帝 也是北宋的末代皇帝 作为宋徽宗的长子 赵桓刚开始生活相当快活 也曾多次幻想着自己 在老爸百年之后 登基称帝的场景 但此时宋朝国力衰弱 经常被精兵调打 可谓是岌岌可危 加上宋徽宗 沉溺于艺术创作和书法 听信小人的谗言 荒废了朝政 大宋王朝一日不如一日 西元一一二五年 经兵大举南下 在如此危急关头 宋徽宗第一个念头 就是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 而自己准备收拾行李逃难 赵桓听说后 打死也不愿继承皇位 这不是摆明了 要坑儿子吗 最终 宋徽宗命人把赵桓打晕 然后把皇位传给了他 赵桓醒来后 木已成舟的情况下 被迫选择了继承皇位 但他命人拦住了要逃难的老爸 宋徽宗 四年 京兵再次南下 并一举攻破了京城 宋徽宗和宋青宗都成了俘虏 史称靖康之耻 四 溥仪 一连猛逼地继承了皇位 溥仪 出生在北京纯卿王府 摄政王在封之子 午须变法失败后 慈禧就想着废掉光绪皇帝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人 西元1908年 光绪皇帝病重 慈禧就下令 将两岁溥仪养育在宫中 并在光绪帝死后 让他继承了皇位 两岁的溥仪 此时只知道玩耍 压根就不明白皇帝是啥职业 一连猛逼地完成了登基大典 仅四年后 龙玉皇后 就代替六岁的溥仪 颁布了退位诏书 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位皇帝 估计此时 他依然没明白皇帝是干啥的 与之前的三位皇帝的结局相比 溥仪算是很不错的 并得以善终